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刚临阿N与阿N的频道 今天阿N将会和大家分享粤剧演员曾三多的演艺人生 曾三多是著名粤剧演员,原名姓李明寿生 他是广东的惠羊人,他在1899年出生 他的爸爸叫做李勇,也是粤剧界的蓝花蛋 他爸爸的艺名叫做欧云勇 在1901年,曾三多全家搬到马来西亚 在1907年,很不幸,他爸爸过了身 他妈妈改了嫁,将他交给艺人曾来来抚养 因此曾三多从此跟着曾来姓曾改为 曾三多从此跟着曾来来学艺 这个合约是以前拜师学艺的一个师徒合约 曾三多从此跟着曾来来学艺 曾三多九岁的时候,开始登台演出 这个名与一历以来,已并少 inseparable 经过几年后,他就去试择了一身杂实的童子弓 不久就是接班演出 从此之后,他正式改了一个艺名 叫曾三多 后来他去到新加坡及吉隆坡演出 他拜了母生刘刚聪属师傅 16岁后回到中国,受聘于华天乐剧团 而且还担任正印母生 在18岁那一年,曾三多组建国寿联班 而在19岁那一年,他又另组新班 另组新班去到上海演出 后来还去到天津演出 在天津演出期间,他就虚心请教了 京剧著名演员,麒麟彤 就跟吉隆同学习了一些京班母生的技艺 后来,广州乐童春班聘请他回到广州 两个都是正的 在粤剧里面的坐车的气 即是推车和坐车 就由曾三多专门负责坐车的功夫 因为他坐车比较好 二十岁至三十四岁的时候 曾三多在香港参加了 由马思曾和陈飞龙所组建的大罗天剧团 在大罗天剧团曾三多担任静人母生 其后他又跟新静就组建了大少年班 二十九岁后,应聘加入了陈飞龙 静笑讽组成的昆天乐班 担任母生 而这个昆天乐班后来 就改名为新春秋班 如是者,时间又过了五年 在曾三多三十四岁那年 他就跟廖合怀一齐组建了日月星班 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 他就跟静笑街 就组建了马来西亚一带演出 在一九三一年参加聖授年班 就去马来西亚等地巡回演出 一直直到一九三三年 他才正式跟他师傅分家 自立门户 在这个期间 刚刚正值京剧表演艺术大师 梅兰芳 刚刚来到广州的海珠舞台 演出名剧《霸王别姬》 曾三多就去看了 那观摩了之后 就跟陈飞龙合作 就编演了粤剧《霓城兼蝶》 曾三多就吸收了很多京剧的特场 就大胆破例地演这个翻面戏 就开创了粤剧《无生》《开脸的仙河》 在一九三六年 曾三多就举家迁往香港 就跟白玉堂、林超群等人 就组成了《轻中华班》 在这个轻中华班的期间 他们就演出了多本出名的剧目 其中就包括《火烧阿房公》 在《火烧阿房公》这个剧中 曾三多就飾演秦始皇的角色 曾三多在《无生》表演方面 就运用了《少林》的《红拳》 《身段和公格》 《尊重灑脱》 而且善用简练、准确的动作 去表现人物丰富的思想感情和特点 他演这个《花脸》 也有独到之处 他的抓手功夫、明文下矣 他所演的各类角色 都使人感到他的艺术造艺 是相当之深厚的 在国内和国外 他都享有很高的声语 在1937年至1940年 曾三多就去到美国演出 而且曾经为这个抗日 籌务异演 好 今日和大家分享 曾三多的演艺人生 暂时又分享到这里 休息一休息 下集继继续跟大家分享 曾三多 她个人有什么作品 好 下集再见 希望大家到时继续支持 喜欢这段影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也希望大家订阅我们 务情与阿LEN频道 好 bye bye